大家好,我是戴班小雅 昨天,被受大家关注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仪式上 吴磊和张子峰的亮相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吴磊和张子峰在前一段时间合作了电影《剩下未来》 这一部电影在拍摄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了 这也并不是两个人的首次搭档了 在之前的某部电影上面 两个人就是非常有感觉的两个年轻人 这一次搭档这一部电影的路透照片在曝光之后 很多的网友也是十分期待的 从这一次的路透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部电影发生在两个人的学生时期 在最近曝光的预告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人在这一部电影里面饰演的小情侣确实是非常的甜蜜 在前两天的红毯上面 两个人的一起亮相更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这一次的亮相在发布之后 火速的登上了微博热搜头条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评论 大多数的网友都认为两个人站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相配 年龄相仿 在娱乐圈里面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相似 这两年都从童星蜕变成了 可以独当一面担任主演的好演员了 江子峰在去年凭借着非常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学习 这一段时间在娱乐圈里面给我们带来了几部 非常不错的电影 考考完成之后拍摄的电影 我的姐姐前一段时间正式上线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这一次和吴雷组成的CP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在之前张子峰和易阳千玺的CP 在娱乐圈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网友关注 张子峰和易阳千玺虽然没有什么正式的合作 甚至在综艺节目上面的碰撞都是非常少的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网友 十分的喜爱两个人的CP呢 两个人同样都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 都是表演系的 应该算得上是学长和学妹的关系了 同样 两个人都是作为童星出道的 只不过易阳千玺 是作为唱跳男团中的一员出道 而张子峰是作为一个演员出道的 这两年两个人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相似的 易阳千玺在娱乐圈里面 就是比较偏向于自由自在的一个风格 张子峰在私下的性格也是非常的自由自在 两个人站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狼才女貌 希望两个人在接下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不过在这一个CP出来之后 还获得很多粉丝的抵制 甚至有很多的网友 希望两家不要继续吵CP 这一次和吴磊的CP照片在曝光出来之后 确实是非常的有爱呢 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他和易阳千玺的CP呢 这两天甚至在某问答网站上面 还有一个讨论是关于他到底和易阳千玺更配 还是和吴磊更配 你觉得呢 希望接下来三个人都可以有合作吧 毕竟三个人在娱乐圈里面的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